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没有这个树子的话你可以用家里现有的树子 然后呢就是一个这种发带 我这个发带呢是红色然后带几个小毛钉子这种发带 然后呢就是跟你头发颜色一样的黑卡子 好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呢先把头发呢梳顺 把你的头发的分缝呢分好 之后呢你就拿这个发带 把它呢就是带到脑顶 然后呢把它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到你想要让它带的位置 然后呢再把它稍微往下拉一下再往上提一下 这样的话呢你头发呢就自然的上面就鼓 稍微有一点鼓了 就比较自然不是那种塌塌的感觉 我们看现在头发是这样的 我们看现在头发是这样的 之后把前边的头发 我们从左边开始吧从前边取出这么一领头发 然后呢塞进这个发带里面 然后呢再给它顿下来 是这样的 塞进去再顿下来 这样的话呢大家看就有一个头发很自然的弯曲 然后我们再继续再接着再在下面呢取一小部分的头发 可以接上上边的头发 再呢往里面塞 这样呢就完成了这一部分 我们再继续往里塞 取出一座头发 然后塞进去 再穿出来 我们看现在头发呢是到了中间的位置 我们就把它先放在这儿 然后继续呢再从这边 另外一边呢用同样的方式 好我们看这个快到最后了 最后呢就把这个绳子呢就全部的把它藏在了头发里 好 好 好 之后呢我们用这个黑卡子把它固定好 把它塞进去 然后呢固定 然后呢把这个黑卡子呢藏在这个发带和头发里 这样呢在视觉上呢 你就只有发带头发 没有黑卡子 没有黑卡子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下调整 嗯 如果你的头发呢很直 你先把它稍微打的层次多一点呢 你可以用倒梳的方法 然后拿出一组的头发 然后呢把它倒梳一下 然后呢把它倒梳一下 你也可以用卷发器把它卷成小弯 好 好啦 嗯 这个发型就做好了 大家可以回去睡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Bye